看过神探夏洛特的人对马丁弗瑞曼不会陌生 他在片中扮演夏洛特的好友兼得力助手约翰华生 给人的印象是风趣幽默并且绅士 但在今天这部电影里他扮演的是一个人妇 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影《负重前行》 未来世界病毒肆虐 人们感染后变成了丧尸 男主安迪带着家人躲在一艘船上 这天安迪发现不远处有一艘沉船 他进入沉船试图寻找一些食物 然而他听到隔间发出了响动 警惕的安迪不敢再继续逗留 拿着找到的东西回到了船上 妻子不想放弃 趁安迪睡着上了沉船 却不幸被丧尸拖了下去 等安迪醒来才发现被咬的妻子 为了医治妻子安迪带着家人上了岸 很快呢 他们找到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 就在他们驱车赶往医院的途中 妻子突然发病 身上分泌出感染后才会有的湿油 为了妇女俩的安全 妻子决定放弃医治 但安迪坚持不能放弃希望 一般被感染后 要两天后才会变异 所以现在他们还有时间 于是几人再次上路 却突然出现一只丧尸 导致安迪出了车祸 车撞到一旁的树上 妻子的腹部被树枝插中 而安迪也晕了过去 等安迪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了妻子留下的遗言 妻子在车门上写着一定要救女儿 此时的安迪还不知道妻子已经变异了 他去叫妻子结果被咬中手臂 安迪赶紧带着女儿逃下了车 他知道在48小时之后 自己也无法逃脱变异的命运 在这之前 他必须找到可以安置女儿的地方 受伤的安迪背着女儿踏上了旅途 终于在天黑前 他来到了一间学校 里面只剩下一个大婶 大婶是这间学校的老师 他拿给安迪一张照片 说照片上的小黑是自己的学生 并建议男主去找小黑的父亲 第二天男主带着女儿出发了 很快他来到了一片军事基地 无意间救出了落入陷阱的大婶子 大婶子将男主带回了自己的地盘 那里被重重铁栏围住 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大婶子的妻子 罗伦帮忙照顾安迪的女儿 而安迪跟着大婶子出门猎杀丧尸 让安迪震惊的是 大婶子竟然用小孩 作为诱饵猎杀丧尸 而这个小孩呢 正好就是他在寻找的小黑 但不幸的是 小黑的父亲已经感染了 看着小黑安迪的内心十分纠结 这种缺德事 他无论如何下不去手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更何况他还要将女儿托付给人家照顾 安迪只能听从大婶子的安排 另一边的罗伦 发现了安迪女儿身上的石油 这是从安迪身上分泌出去的 但罗伦并没有告诉大婶子 反而帮安迪隐瞒了这件事 到了晚上 安迪开始发病 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在他独自离开准备自我了结的时候 罗伦抱着他的女儿追了出来 原来罗伦并不是大婶子的妻子 他是被大婶子逼迫的 不能将女儿交给这样的人抚养 就在俩人交谈的时候 被追出来的大婶子逮个正朝 大婶子一怒之下将安迪打晕 把他和小黑关在了一起 俩人利用无脑的丧尸 拉开铁笼逃了出去 返回大婶子家 悄悄带走了罗伦和女儿 然而被敏锐的大婶子察觉 追了出来 大婶子朝着安迪救这一枪 罗伦为了救他挡下子弹 安迪和小黑趁机逃走 但此时的安迪已经开始病变 当务之急 他必须尽快为女儿找到安身之所 他想起之前在船上的时候 看到岸上住了一家人 或许可以把女儿交给这家人照顾 然而当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 发现那家人正在挖大坑 原来这家的男主人已经感染了 为了防止他死后 妻子孩子无人照顾 一家人决定一起自杀 自杀前还大发善心 馈赠了两枚子弹给男主 但被男主拒绝了 他不愿意这样懦弱的逃避 他要让女儿茁壮成长 小黑说他们可以去寻找土著部落的帮助 那里是人类未被进展的圣地 于是俩人开始启程 在小黑的带领下 俩人来到了一片隧道 却在隧道口遇上了大胡子 大胡子打上了安迪和小黑 并夺走了安迪的女儿 就在大胡子准备对安迪女儿下手的时候 安迪苦苦地哀求大胡子 或许是人性的善 也或许受到了安迪的感染 大胡子放过了安迪和他的女儿 安迪扶着受伤的小黑继续前行 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 安迪的病情正在恶化 要不了多久呢 他将彻底变为丧尸 安迪看到路边的一堆内脏 他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将内脏绑在一根棍子上 交代完小黑后 他戴上了牙套 小黑用绑着内脏的木棍在前方引路 而完全变为丧尸的安迪 背着二人一路前行 他的气味成功让几人避开了其他丧尸 最后安迪背着小黑和女儿 找到了部落的人 部落的人按照礼仪安葬了安迪 而他的女儿最终被带回部落存活下来 那里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这部电影改编自2013年的同名微电影 没有激情打斗的环节 也没有自己的逃生场面 甚至连丧尸的速度也慢悠悠的 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感人肺腑的父爱故事 孩子对父母来说 不只是生命的延续 更多时候是希望的诞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